在高雄有一位男子他谎称自己是医学院的教授又是医师 专门研发治疗癌症的仪器 然后怂恿受害人投资公司 等到被害人汇款之后他就立刻落跑失联了 告诉您他在短短一年内就得手有1000多万元 目前估计至少有6个人受害 协犯低着头被警方移送法办 这个月15号他在长庚医院被打个正着 警方表示他骗民众说他是医学院教授 也是主治医师 用专业身份说服民众投资医疗仪器 但钱一得手他马上搞失踪 协犬刀治疗癌症的机器可以加以改良 所以成立了一家公司 如果改良成功以后将会有丰与丰厚的收入 所以建议你的癌症被害 协犯恍自己是三种神经外科医师 专门研究一种螺旋刀治疗法 仪器经过改良相当有助于癌症治疗 多名受害者听嫌犯谈论医学专业时 头头是道 于是不宜有他砸钱投资 也让嫌犯在短时间内就骗得一千多万 离世嫌犯冒用医师身份长达三年 主要都在北高两地的大医院招摇撞骗 警方呼吁民众勇于指认 不要轻易受骗上当